特朗普其实犯了两个错误,同中国拼经济,同俄罗斯比和武,因为,中国最有把握的方向就是经济,而俄罗斯最擅长的恰恰是和武。 特朗普退出中岛条约,正如外界普遍预测的那样,欧洲大地有可能,再度被和英来笼罩,现在,和危机似乎已有点没风烧起的味道。 俄罗斯观点报24日报道着,俄罗斯专家建议重新建造沙皇炸弹,这种超级核弹头,当量超过100兆吨,拥有40至50枚这样的弹头就能摧毁美国。 沙皇炸弹复制品,若说这沙皇炸弹,在历史上可谓是九副盛名,苏联时机就制造过两枚,其中一枚于1961年10月30日在贝籍地区的新地道引爆。 机爆炸弹量达到了5800万吨TNT黄炸药,是美国头放在日本黄岛的原子弹,小男孩的3300多倍,美国那个普通的原子弹就灭掉了日本泥座城,若一次性扔下3300个小男孩,会有怎样的威力? 实际上,苏联的一次试验,沙皇炸弹也确实有不足的表现,几百公里内的房屋全被摧毁,只剩下一些石头,砖扰痕迹。 就连1000公里以外的芬兰,很多房屋的窗户玻璃都被震碎,房屋上且如此,杀伤范围内的生灵,基本上是人处无存。 核弹爆炸视频截图,爆炸产生的电磁脉冲,造成了无线电中断一小时,产生的大气扰动环绕地球三圈,其爆炸威力,将整个欧亚大陆向南推了8毫米。 那次试验,是人类有时已来一支爆炸中,为例第二大爆炸,比著名的通古斯大爆炸,约1500万吨当量还要大三倍,仅次于导致空隙灭绝的希克苏鲁勃勃云石坑事件。 有人推算过,如果将沙皇炸弹扔到纽约上空,将导致760万人死亡,420万人受伤,和辐射可抵达7880公里外,另外数以百万计的人受到影响。 如果扔到欧洲上空,只需要两枚最多三枚用,就可以瘫痪欧洲战场甚至灭掉欧洲。 需要指出的是,1961年引爆的那颗沙皇炸弹,其原始的设计指标是一亿TNT当量,由于杀伤范围太大,以至于找不到合适的试验场,才不得不将指标解半。 只有一半力量那它就有如此大的威力,如果造成一亿吨甚至更大当量,会有怎样的毁灭效果? 这个不难想象,俄罗斯继承了苏联的一波,重新制造这种核弹,技术根本不是问题,就看俄罗斯愿不愿意将死神复活。 所以,欧洲如果看到俄罗斯有这种意象,应该会感到被己发凉。 在此前文章里我们输过,欧洲如果真正聪明,是要与俄罗斯建立一种相互信任的和平,而不是建立相互毁灭的恐怖和平。 他若真的明智,应该与俄罗斯彼此和谐而聚,而不是跟随美国将欧洲变成一个火药桶,任由美国将欧洲大体变成核武场。 万语真的有事,欧洲毁灭,而美国本土却毫发无伤,亏的人还是欧洲自己,就好比一个人大老远的跑来挑唆两个邻居打架。 结果这两个邻居全打死了,而那个挑唆的人却没有任何损伤,那两家人不是很蠢吗? 俄伊斯坎德尔M双发起盛视频截图,这虽然是美俄欧的故事,但其实也给我们中国带来了一些思考。 一是不要低估特朗普什么都敢干得很近,此前很多专家学者预测的特朗普不敢干的事情,后来特朗普基本上都干了, 连退出中导条约这种事情他都干得出来。 那么我们就要防备美国会在我们周边搞出更多的事情,比如,要厌防美国在对台问题上有重大变化,比如美国宣布不再坚持一个中国这个基本政策。 那搞两国论一类的,如果出现这情况,中美关系将会有重大变化。 这是我们一定要想到并做好准备的,而是不要对美国有任何幻想。 苏林就是吃了坏小西方的亏,他曾天真的以为跟随西方走就没事了。 结果你看看现在的俄罗斯,苏林虽然将他改造成了西方模式,但依旧被美国步步为杀。 三是要强大我们的核武库,没有实力的愤怒毫无意义。 俄罗斯的GDP只相当于广东一个省,但它依旧能在国际上呼风唤雨,很大程度就因为它强大的核武能力。 如果再复活沙皇炸弹,那么不论是欧洲还是美国,都将更加忌惮,我们也一样,一定要大大发展自己的核武库。 最好能搞出同沙皇炸弹,一样,得甚至比它还强的核武。 既然这个世界本来就是建立在大国和恐怖下的和平,那么谁更有实力,谁就更有和平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